柯文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确表台 到底要不要参选2020 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全台行程已经开跑了 维汉认为他在什么时间点会宣布是否参选呢 包含主持人跟观众朋友都在想说 那蔡英文确定了国民党可能是韩国瑜或者是郭台平 那柯文哲会不会进来呢 其实应该是说当去年的5月17号 民进党提名了姚文哲来跟柯文哲竞选的那一天 他就已经决定2020他是会选的了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很多事情不是说我问你你爱不爱我 你说爱我就觉得爱了 我感觉你有没有爱不是你嘴巴讲有没有 柯文哲他从去年5月17号 因为刚刚我们看那个片子 其实就是我专访他的那个内容 我对他算是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并不是为了要击败蔡英文 所以在考虑要不要选2020 而是他明明显显的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蔡英文 2020的选举胜算并不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最好的机会 就是6个月以后的那次选举 那他最好的方法 其实这也就是韩国瑜现在目前我所看到 他的一个所谓的危机 因为我常常讲不真是真 一个现任的市长太早表态要选 他所引来的批评跟党内的 还有社会的氛围的不理解都是扣分 柯文哲他算是一个你说讲难听就很贼啊 那讲好听一点的确智商很高 我都在做要选的事情 可是我就嘴巴上不讲 他怎么会没有呢 他从头到尾都在竞选 他从头到尾都扎扎实 让民进党跟国民党把这个 2020大选的民调 柯文哲是放进来的 所以他当然 那以实际来讲 我跟大家直接讲好了 我们节目大家看得清楚 也不用讲那么多 9月17号是最后一天 很可能就那一天 那么当然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情况呢 90%会发生 那10%不发生就是 他最后发现 蔡英文居然意料之外的 民调继续在高点 而他入场也不会赢蔡英文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缩回来 我根本没有说我要选 他就可以不是说退 而是说转换一个说法说 我本来都只是让大家召集而已 我没有真的要选 所以他进可攻退可守 还是那句话 这做法是非常的贼 可是其实也是对他来讲 是最有利的做法 现在我所看到的柯文哲是 会参选2020 可是他不会现在告诉你 他会持续做 但不讲为什么 因为要降低被攻击的伤害 以及后遗症